好,那这边的话,空白键,基准点一样在中间,然后1.5Enter 那这个就保持不变,那这个的话呢,就再把它改成那个0.5 所以这边的话呢,再把它重复这个,基准点一样在中间,然后0.5Enter 好了之后的话呢,那这样子我就可以由上往下做那个断面混成 1.2,你看到吗,点下去,如果它在同一个Z走纵线上面的话,应该很快就可以做出来了 那做出来之后,按右键,请你把它输入上去 输入上去之后的话,那看要不要做一些相关的设定 如果没有设定的话,你看要不要改一下,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,你会发现,如果是直昏面,就会比较,感觉会比较没有那么的平滑 那另外当然你这个平口也可以做一个什么呢?做一个就是挖空里面的东西 挖空的话当然,最简单的就是利用这个所谓的宝壳 宝壳,那这个宝壳的话呢,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就是说呢 你可以针对呢,你现在的3D实体,里面的东西可以把它挖掉 可以把它挖掉,那这个问怎么做,我想我们慢慢一个一个再跟各位做说明 好了,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,好了,试试看 OK,那大家比较会有问题的,应该还是在那个3D的那个,这个这个这个空间上面的概念 好像就,理论上如果说你那个空间上面没有问题的话,应该都可以断面的出来 除非你这个看起来是在同一个纵线上,可是实际上它是偏到旁边去的话 那你那个断面混成应该就没办法做出来